人类似乎天生就有巨物震撼症 之所以说是震撼而不是恐惧 是因为一部分人只会感到震撼而不是惊恐 类似的表现是刻在我们灵魂深处的能力 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微弱的恐惧 金沙作为地球最大的鱼最长介入有18.8米 如果身临其境的话 并会给人带来终身难忘的回忆 然而这些巨兽通常是无比的温柔 现存的所有巨型生物 无论石兽的虎精还是石虫的金沙又或者是吞天的蓝精 都更像是一种极度和平友好的精灵 当然这一仅仅只是针对人类来说 它们的食物还是会感到恐惧的 而金沙这种美丽的生物 有着类似于人类指纹一样独特的花纹 每头金沙都是负死白雪而背负星空 和长颈鹿斑马一样 它们都有着相同的生命逻辑 也可以富有失意地把它们理解成大海中的神 海神身上披着守望世界的繁星 而伪剑的鱼气则拨弄着 万物生长与枯朽的年轮 人类还没有确定金沙的具体起源事件 总之从白恶级初期 现代鲨鱼的祖先便已经出现 它们是少数其中完全依靠绿石的鲨鱼 而绿石的后果便是体型不可避免地增大 无论是当初韩武纪的绿石型旗下 还是如今的蓝精遨游天下 总而言之温柔的生物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变大 因为金沙只会律石一些浮游生物 所以它对人类海兽甚至一些鱼类都没有威胁 经常能见到有一些小鱼会与这个巨兽一起同友 不过隔头太小的最好还是自觉地死远一点 能够长期亲吻巨兽的只有那些没皮没脸的印语 而包括人类在内的智慧生物 因为社会属性免不了的会产生爱心这种感情 本质上人类是有爱大自然的生物 因为大自然给人类提供了充足的生存基础 不过人类对于难以观察的海洋生物值之甚少 人们甚至无法确定金沙的准确寿命 只能大致推测它们可以活到80至130岁 并且很长一段时间 人们都不知道金沙到底是胎生还是卵生 从20世纪开始一直到96年 人们才确定金沙是一种卵胎生动物 金沙要长到8米左右才能性成熟 熊亲25岁而雌性更是要达到30岁 所以这种缓慢的生长速度很容易导致它们编威 一头雌性金沙可以怀上300只金沙宝宝 因为营养供给问题 母亲要分批次地把它们生出来 人们见过最小的金沙宝宝身长38厘米 一般多为40到60厘米外表和成年金沙基本一致 刚出生的金沙宝宝非常的弱 而且没有哺乳关系 亲子扭带也不怎么强烈 所以更多时候宝宝的生存成长只能依靠运气 金沙似乎有一核三这个数字过不去 它们食物多为微生物和云卵却长得300开尖养 人们还不清楚它们的牙齿究竟有什么用 也可能像人类的知识一样是历史遗留问题 这些没什么作用的牙齿大概有3000颗 而且生长方式也是非常奇特 并且金沙还是一种有着装甲眼睛的鱼 它们的眼睛长着许多肉眼无法分辨的真皮小齿 只有依靠美颜之外的高科技人类才能看清它们 而且它们眼镜上的牙齿有2900颗数量 大概也是3000 远古时代的顿皮鱼也曾给眼镜武装上了铠甲 不过当时主要是为了防御海蝎子的毒刺 而金沙给眼镜装甲的原因 可能人类永远也没办法搞清 赶在鱼类或者生活产卵的季节 这些巨手也会像部分一样集体出动 最常见的是三五成群因为食物而聚集 不过人们很少能观测到它们在一起播放付费内容 数量的稀少也会造成研究困难的窘境 如果一次能见到上百只鲸鲨 那么这一定是大自然对当事者最甜蜜的宠幸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